娱乐圈明星的爱情一直都是人们津津乐道最为八卦的话题 可能是应了那句俗话,戏子无情 所以虽然娱乐圈中许多明星都相互吸引 甚至走入婚姻的殿堂 但是到最后,却显有明星夫妇 婚后不爆出离婚出轨等丑闻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明星却是一个例外 她就是傅莉莉 傅莉莉80年代出道 90年代成为当时著名的美女演员 很多人都看过她演的戏 作为红二代出身的她 气质一直都是很出众的 再加上自己的天赋和后天的奴隶 在娱乐圈也是小有名气 玻璃璃的外形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 很适合做演员这条路 1983年出演电影《处女作》 红夜铺满小路 1984年 因出演电影《经过英烈》 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1987年荣获《文汇报》 中国电影时报新时期十年电影奖 最佳女演员奖提名 真正让观众熟知傅莉莉这个名字 还是在90年代 凭借《站直楼别趴下中》 雕破盲横的张太太 《洋行》里的《中国小姐》里的白领 叶萍 《多闹》和《黄太阳》里的《史上威》等多部剧作红 并连续获得多个奖项的提名 傅莉莉与孙船时尚戏 七七级表演戏的同班同学 两人合作过电影 《荒岛枪声》《残酷的情人》 《野玫瑰》与《黑郡主》等多部影视作品 戏中的两人各为各种原因 始终没有好的结果 但是现实中的他们在相处过程中 暗生情愫最终修成正果 刚结婚的时候 孙船在事业上经历过许多坎坷 拍摄了许多戏 都被封杀 不能上映 傅莉莉是著名的红二代 父亲是皮定军手下的战将 两人婚后 很长一段时间里 一直是傅莉莉扛起整个家 还曾靠走血赚过钱 而在傅莉莉争红的八子的时候 却患上了严重的疾病 不得不退出 娱乐圈安心养病 这对于她来说 无疑是一种精神打击 但在退出娱乐圈的日子里 有丈夫深情陪伴 使她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光 后来孙船大气晚成 夺得金鸡奖影帝 依然对患病的妻子不离不弃 并且悉心照顾 虽然因为身体原因 她至今没有生孩子 但她和丈夫孙船却恩爱置身 堪称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我只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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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sudden 未来再来